内地维权人士胡佳预计明天迎满出狱 她太太说仍然未清楚相关安排 住北京记者郑思亭报道 胡佳在北京通州区的住所外面 近日加强保安 胡佳太太曾金燕在网上留言 说未收到有关胡佳出狱安排的消息 她期待亦都相信胡佳可以在星期日迎满出狱 如果丈夫回到家会向外界报平安 曾金燕在这个星期一来过大兴区北京市监狱 这里探过她 并没有透露到胡佳肝硬化的病情 不过就在社交网集中说 已经去过医院卖好药物给丈夫等她出狱 胡佳的辩护律师说 胡佳出狱之后首要是养病 胡佳朋友就引述胡佳说 稍后会考虑是不是创业 长期关注内地外资病人权益的胡佳 在2008年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被判监三年半 无线电视主北京记者郑思婷报道 孙期间留下药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